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号的大花莲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花莲县政府主办的 《2023花莲县梦想起飞》第十届青少年发明展活动 目前正在花莲市的中正体育馆进行复赛的赛程 国中以及国小组有9个竞赛的主题 最后会评选出各组的前三名以及佳座 同时也选派18支队伍 来代表花莲县参加四届青少年创客发明展 即台湾选拔赛的赛程 由花莲县府主办 花莲市民一国小承办的《2023花莲县梦想起飞》第十届青少年发明展 十日于花莲县中正体育馆举行复赛 竞赛分国中国小组有9个竞赛主题 经过一天的实体作品报告及评审现场问答 评选出各组前三名即佳座 国中和国小组各选派18对 代表花莲县参加2024IEYI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 即台湾选拔赛 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同学 透过很多的实验 去尝试解决你发现的问题 那中间也看到 看得到有些老师引导同学 去发现生活中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创新的基础 因为创新的基础来自于生活中的观察 透过生活中的观察 你尝试了解决你发现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未来库杂的议题 在你的未来你都有能力来帮他解决 因为你从小开始就开始解决你生活周遭的问题 一些小小的成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些的路上 有非常多的老师 悉心的努力去陪伴的孩子 有校长不断的去推动推进 所以在这里我们每一年也在检讨 为什么足处会减少 为什么我们可能小校的能量不够 但我们可以联合联校来启发孩子 让孩子在学习上有同才可以相伴 让我们的延续力可以不断的推进 也源于我们的协定的老师 研究的老师有相对应的家属 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实质的奖定 这就是花莲现在这两三年 就是需要不断的推动的 第九届得奖学生参加2023爱意外爱世界千少年 创课发明展季台湾选拔赛 荣获五金十银十四桶等优异成绩 这次第十届青少年发明展 国中处第一名为自强国中 多功能防灾头套 花岗国中农业自动灌溉水阀 光复国中自动感应路口警示装置 国小组第一名则是中正国小 还将机配件包收纳箱 中正国小终结行人地狱 太平国小与法探险 布农与句子结谜之旅 期盼再持续调整优化 在2024爱意外爱世界千少年创课发明展 继续台湾选拔赛继续展露头角 记得掌方艳华女士报导